今天楊晨熙發問痛訴 先前她飛往杜拜時 從香港轉杜拜的航班被臨時取消 航空公司不僅把她分配到另一家航空公司 導致後續的行程被打亂 已經損失了不少 甚至花了兩倍的機票錢 卻坐在經濟艙 所有楊晨熙詢問櫃檯人員 希望得到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案 對方卻表示需要上網申訴 然而上訴至今她都沒有收到任何回覆 楊晨熙在國外打長途電話 給國泰航空的客服 期間對方兩度表示要請示上頭 結果被她抓包根本沒問 最後更告知她不是會員 因此無法獲得任何賠償 楊晨熙表示 等待對方回覆已經超過兩個小時 仍然是無效無息 她只好發文求助網友 無奈詢問消費者保護管道 對此國泰航空稍早回應表示 正在釐清中 讓不少網友質疑是否看到楊晨熙公開控訴 才作出回應 暫暫為她抱不平 是否真的前維 是否她故人 是否呈 radioactive